你非把人家闹离婚很爽是吗 苏菲跟严伟伦之间 就算没有我 早晚也得你 苟延残喘的婚姻才是不道德 不管苟延残喘还是蒸蒸日盛 那是人家两个人的事 这都不能成为你横茶一早的理由 好高尚那一番话呀 但你别忘了 我们彼此彼此 杭欣跟他老婆也是这样 所以 你们现在不要死亏复燃了吗 我和你不一样 我那时候小了 我被他骗了 还有 你认为他对我好 那不会是一个男人的控制欲罢 即便他救了安康 他也没资格成为他的父亲 你现在既然已经和严伟伦好了 我真的希望你们俩好好的 最后我再劝你一句 他不是什么沈云的东西 你好自为之吧